前段时间美国总统拜登在一个公开场合摔倒 这是他当总统以来第二次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大家都很关心他的健康状况 其实老年人摔倒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 风险也很高 带来的后果和危害也很大 但我们今天就重点来讨论一下 怎么样预防老年人摔跤的问题 如果您家里有老人 或者自己也在逐步进入老年的话 这个视频对您的健康非常重要 健康是四维的 也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让我们一起管好它 首先我们来看看老年人如果摔倒的话 他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老年人摔倒后果当然比年轻人要更严重一些 比如说他容易骨折 老年人本来就出现了骨质的疏松老化等等 所以在摔倒的时候 骨折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比如说手腕 跨步 这个脚踝等等都有可能 我的一个病人的妈妈 68岁 摔倒以后 那骨骨头骨折了 那么就去做手术 换着骨骨头 结果他在手术台上 因为心脏出问题就没有下来 第二个就是头部受伤 老年人摔倒以后 因为他不能够及时的调整 平衡 那么很容易造成头部的损伤 或者是轻微的老症状 或者是严重的老损伤 我的一个病人他摔倒以后 当时没有什么症状 但是过了几天以后 意识越来越不清楚 最后送到医院去才发现 他有一个一模外的出血 大脑里面 这个出血他比较慢 所以当时没有什么症状 慢慢慢慢时间积累了 他有症状 所以大家碰到头以后 当时没有症状 也不要放松警惕 一定要观察一段时间 如果逐步出现了头疼 意识不清 或者是试睡 那么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 他有没有这样一个 一模外出血的情况 还有的老年朋友 他受伤以后 因为骨折 功能没有完全恢复 这样的话 长期以来 他行走比较困难 有的还失去了 独立生活的能力 那么还有的人摔跤以后 他变成一种长期的 一种残废 那么生活质量 就下降的比较厉害 这样的情况下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包括我们要讲的心理问题 因为摔倒以后 他是一个身体上的创伤 也是一个精神上的创伤 很容易产生恐惧和焦虑的情绪 就害怕再次摔倒 这样的话 对他们的活动和社交都有限制 俗话说 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紧神 但是呢 这个社会功能和身体的活动 对我们中老年人的健康 还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因为精神上的恐惧 减少了你的社会活动 和身体的活动的话 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我们怎么预防 老年人摔跤呢 那我们首先要看看 造成老年人摔倒的 这个风险因素 都是哪些 发表在 《老年和摔老》 杂志上一篇文章 全面分析了一下 老年人摔倒的风险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 看看自己有几条这样的风险 首先呢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我们这个肌肉的体积和力量都在下降 我们运动和平衡的能力呢 也在减弱 如果碰到挑战的时候呢 就不能够及时这个调整平衡 或者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对抗 就容易摔跤 还有就是最常见的视觉问题 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啊 老花盐 青光盐 白肋胀 视网膜病变 黄斑病变 糖尿病 高血啊 造成的各种各样的视觉问题 还有的年轻朋友会有一些啊 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啊 像多发性硬化 也会造成视力的衰退和下降 这种情况下呢 很容易忽略我们脚下的东西啊 容易绊倒 另外呢 就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啊 他们慢性疾病的时候 本来就有可能出现运动不协调啊 视觉不完整啊 肌肉力量变弱啊 最重要的是 他会在突然发病的时候摔倒啊 我有个同学就是这种情况 不幸呢 他当时正好站在梯子上修房子啊 所以心脏问题和摔倒的问题呢 加在一起 他就没缓过来 最后呢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药物的影响 这个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啊 吃很多的西药 特别是我们西方的这个病人 医生们给他开各种各样的药 五花八门 有些药物啊 它是会影响到 我们的平衡 血压 肌肉的力量和势力的 也就增加了摔倒的风险 我在美国做住院医生的时候啊 我的一个老师就跟我说 如果一个人出现了一个新的症状 你首先想到的 就是药物的副作用 这个老师的话 这么多年 一直在我的脑子里面 印象很深刻 因为呢 事实呢 的确如此 那么有哪些常用的药 会给我们带来摔倒的风险呢 我们在视频的最后啊 跟大家揭晓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预防措施 这些预防措施啊 都是人们根据研究提出来的 第一呢 就增加身体的力量和平衡 2018年的一个系统性分析发现啊 身体的力量和平衡训练呢 可以降低老年人摔倒的风险 美国还有一项研究发现呢 这个打太极拳的老人呢 他也会增加他的平衡能力 减少摔倒的风险 第二呢 就是要及时的检查我们的药物 2014年的一个研究啊 就发现某些药物呢 是可以增加老年人跌倒的风险的 包括镇静剂抗抑郁剂 第三呢 就是要保持视力和听力啊 2016年的研究发现 视力不好的人 这个摔倒的风险增加 是吧 其实呢 这个你不做研究 通过常识 我们也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 第四呢 就是要创建一个安全的家居的环境 如果我们对家庭环境进行改造啊 适应减少那些造成人摔倒风险的因素 同时呢 即便是摔倒也要防止他们受到比较严重的损伤 这个环境非常重要 另外就是正确的饮食 大家一定要补充足够的钙和维生素D 这两个呢 是增强骨质密度 降低摔倒风险 特别是摔倒以后骨折的风险 另外呢 就是限制喝酒 2012年的一个研究发现啊 这个酗酒和老年人摔倒的风险增加呢 非常有关 这些呢 也是不用研究 你就应该能够想到 是吧 因为喝酒以后呢 对距离的判断 对身体的协调都有影响 另外呢 就是要穿合适的鞋子啊 那么穿着不合适的鞋子 特别是高跟鞋啊 滑底鞋 都会增加老年人的风险啊 现在有些年纪大的朋友 还是喜欢穿高跟鞋啊 当然呢 在特殊的场合也不防 但是呢 要注意 它虽然呢 好看 但是容易让你摔倒 另外就是定期的要做健康检查 是吧 很多慢性疾病的老年人 他的健康问题 他有的时候不知道啊 不知道自己啊 血压有问题啊 血糖有问题啊 等等 那么呢 他不能够及时的啊 处理和预防 就会增加他们摔倒的风险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做好预防 那我们最后就来揭晓 哪些药物容易增加我们摔倒的风险 如果你正在吃这些药的话 你一定要跟医生商量 怎么样来规避这样的风险 首先呢 就是镇静剂和催眠药 这些药物晚上啊 让你昏昏欲睡 但是呢 它有可能影响你白天的注意力 和反应的速度 另外呢 就是抗抑郁药 有些抗抑郁药会导致血压升高 或者血压降低 特别是人们在从坐的时候 到站起来的时候呢 会出现这个体位性的低血压 也容易摔倒 另外呢 就是抗焦虑药 这些抗焦虑药啊 也有催眠的作用 那么在白天你如果吃的话呢 也会让你咳睡 或者减少你的反应速度 第四种药就是抗精神病药物 这些药物呢 它主要会影响我们运动的协调 让肌肉啊 变得比较僵硬 步态不稳 是吧 大家过去看电影啊 吃抗精神病药的人呢 眼睛发指走路僵硬 一看就是吃了药了 还有一些心脏病的药物 像降血压的药物啊 治疗心率失常的药物啊 它可能会造成呢 悬晕和平衡方面的问题 还有就是逆料剂啊 平凡的排尿呢 可以造成脱水 脱水呢 可能会造成我们血压下降 这样呢 也会增加摔倒的风险 我们有高血压的朋友啊 经常会吃这种逆料药 还有就是正通药啊 一些处方的正通药 特别是鸦片类的正通药 它也会让人比较容易昏昏欲睡 也会造成平衡方面的问题 我有一个老年病人 他疼得再厉害 他都不吃鸦片类的正通药 就是这个原因 总而言之吧 预防摔倒啊 对每个人都很重要 对老年人尤其重要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 一定的平衡和肌肉力量的锻炼 保持我们家里的环境的安全 以及呢 及时检查我们的视力和听力 那么如果有慢性疾病呢 一方面呢 要注意慢性疾病的控制和复查 同时要考虑到呢 治疗慢性疾病的药物啊 可能带来的摔倒的风险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 请在留言区提出你的问题 和分享你的体验 端倪世界 守护健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